吸金詐騙案件延燒 就連法務部長蔡清祥也被捲入了 這是發生在二零一九年的三連吸金案 實際主席人被指控說 利用了和多名政要的合照 來博取投資人的信任 吸金的超過了二十億元 這當中也包含了蔡清祥 蔡清祥是強調說 在事件爆發之後呢 就和主席沒有往來了 而除此之外 還有多名的受害人出面 在分享被詐騙的過程之外 也利用自身經驗和專家 來傳遞防炸概念 高調曬出合照 包含前總統陳水扁 馬英九高雄市長陳其邁 前監察院長張博雅 國民黨前主席吳敦毅 跟多位藍綠政要同框 他是涉嫌犯下三連吸金案的徐姓主席 就連犯罪執法機關首席 法務部長蔡清祥也在內 被質疑跟他交情匪浅 他是我在擔任法務部長之前 經人介紹而認識的 當時他並沒有任何的案件 偵辦中 希望大家不要用照片 來妄下斷言 蔡清祥被點名六號緊急澄清 在吸金案發生後 和主席就沒接觸 這起案件要回溯到2019年 徐姓主席作為三連集團執行長 聲稱只要繳十萬保證金 投資自家產品 無論銷售好壞 每月固定分論 約滿還可退保證金 被指控用高報酬話數搭配政商名流合影 博取行任 吸金超過二十億元 倒是這手法宛如最近延燒的IMB吸金照片 就怕類似騙局重演 被害人六號也出面 與專家一起分享防炸要點 像是這類不動產債權 合約內要有地震事務所合發的 他向權力保證書 負責人也要付上身份文件證明 並經由公證人公證才有多一份保護等等 只是騙數花稍多 現在也有詐騙集團盯上星宇航空董事長張國偉 臉書投放廣告 盜用他的民意行片 宣稱要成立選股會 不定期提供內部資訊 底下甚至有百人點贊 之間國內詐騙泛濫 政府若沒有更精進的防堵作為 民眾就只能自己多加小心 記得傳聞五家報 台北報導